在屏東有一個樓層是幾個月帶狗去散步的時候 算是向強求比特權攻擊 不過在屬後比特權主廊算是趕緊離開 警方屬後突然發現 這個主廊一開是註銷車白車 不過也已經收定得定的對象 樓層在這國的高河就像現在這樣拿著手腳在欺騙 突然間一堆老公沒 帶著不甘心的比特權換過來 白府歡迎就要攻擊樓層的狗 他要保護到 結果有辦法去給比特權把他整個都是兇 跟那一支比特權在那邊拉扯 滿臉都是血 他還這樣子慢慢的走開 好意想想起的是 去給比特權三個都強調的過程當中 這對老公沒什麼動作都沒做 他想想 全面都是黑 這對老公沒環好離開 老學整個都是兇的他 出年的人表示 如果找到這對老公一定會告訴 是開台白色 像是800cc的 而且車牌已經沒有掛車牌了 還跑掉 我們就很生氣啊 所以我們就是要提告不然會有更多人受害 冰東農區的柳月娥 平常就不少的人帶狗仔來這裡 聽到比特權共產黨都支持比特權人 提出故事 用不行啊 要告啊 可以告啊 當沒學會支持支出 比特權本來就一定的攻擊性 但是其他人本來跟台東才是關鍵 因為我們台灣之前那個比特權的部分 大部分可能就是用來鬥狗 像我們自己的小孩好不好壞不壞 那都是在於自己家庭的教育上面的問題 冰東景風已經修理民眾的報案 調隔路口的鑑識器已經找到陷害人 農委會已經說過比特權是危險性的糕了 出於公共中所必須要使用150公分以下的勤行 只對方向比特權跟人家的老婆婆 在那邊林上官可以規劃15萬的行政給看 讓人實際其他動物受傷 可能還要扶起上官的民情屬實員 記者 總括報導